好我们接着镜头转到国外 带你来看 国外现在上课的情况是如何 这是纽约的佛光中文学校 日前首度的将课桌椅 搬到了户外来上课 同时防疫工作不马虎 师生们除了佩戴口罩 还必须要缴交健康筛减的问卷 靠在墙上仔细填写问卷 纽约佛光中文学校 因疫情趋缓 首度开放户外教室日 气氛轻松愉快 但防疫工作可不马虎 师生家长全程佩戴口罩 也需要在课前提交健康筛减调查 做好清销安全学习 把教室课桌椅搬到户外 在大自然中开起课程 孩子们各个脸上兴奋又期待 让学习动力更上一层 佛光山纽约道场监院 有望法师 感谢义工们集体创作 协助户外教室搭建工程 让学生们难得体验 在阳光下上课 留下美好成长回忆 您的卫视美国纽约 总和报道